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覺得就算你不分藍王經濟圈 你現在在香港所有的店舖都已經很難爭存下去了 再是靠某一部分的人去撐起這個黃色經濟圈 你覺得成數有多高呢 之前我都很沉默的 直到機場和你飛的這件事 搞到機場突然間好像人間煙肉 然後又會打很多遊客 記者 我會覺得真的忍不住 因為我自己以前飛了15年 機場給我一向的感覺是很和平很舒服的 絕對不是一個人間煙肉 而且我覺得遊客過門也是 為什麼我們中國不可以這樣對人呢 另外一個我非常不贊成這個黃色經濟圈的 就是聽聞他們是要收捐款的 美其名叫捐款 但是我們一聽下去就像收捐款 海坦白說 吃東西那方面 不要分它藍色黃色 所以其實你都看到我們店舖是沒有貼任何標語出來 因為我就是不想標籤自己是藍色 如果我要貼我也可以的 但是我不想 因為我就是不想進一步分開 我也都希望如果黃那邊的 希望可以撕走他們的標語 不要再特意去標籤自己是一些什麼顏色的地方 那接著那些客人出到來 就不會那麼再著意 啊這間藍的這間黃的 當你自己出去吃東西的時候 真的放下這個正面 純粹是為了吃而吃 為了想吃什麼菜而選擇 那我覺得可能很快可以回到以前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黑社會 如果他修佛幾筆碎 就不會來搗亂 但是這次呢 這個這樣的跡象 也都類似黑社會那種的手法 那我覺得警方就絕對不能姑息 所以是白色恐怖 你因為不單止是那個經驗者受到威嚇 那甚至到我去吃飯 可能都蒙蒙之災 像昨天那個被人扔兩個汽油彈那樣 那就變成了食客在那裡 那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罪行 那就真的警方 現在就只能夠 我們都希望 寄台警方身上能夠做到些事情 就能夠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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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